嗨大家好,我是香香,歡迎收看I'm InWell電源教室 既上次推出傳導散熱電源之後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明威首度推出的水冷散熱電源 到底水冷散熱電源它能夠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關鍵技術在哪裡呢? 今天歡迎到明威PM Paul來為我們介紹 我們歡迎Paul 哈囉,我是PM Paul,大家好 因應雷射製程設備以及LED UV固化設備逐漸普及 雷射製程中會產生大量金屬碎屑 採取風扇散熱的電源,將金屬碎屑吸入電源內 往往會造成電子零件短路、風扇毀損或卡死 導致散熱不良而產生電源故障的問題 UV固化設備則是因為本身LED UV固化模組 採用水冷散熱 哇,水冷散熱電源真的可以解決客戶很多的問題 那水冷散熱它背後的原理是什麼呢? 其實水冷散熱的原理非常容易理解 設計上,將發熱量大的重要原器件 如變壓器、功率晶體等操作溫度 達攝氏100度或以上的零件 平貼在電源底部的金屬底板上 讓金屬底板快速且均勻地吸收這些原器件所產生的熱 然後透過水冷板內的銅管 通過金屬底板下方 用銅管內溫度較低的水吸收熱量 再透過水冷機產生的水循環 將水冷管內的熱水送到水冷機內降溫 用這種方式把金屬底板所傳導過來的熱快速帶走 如同汽車水箱的散熱原理 也稱之為熱交換的方式 哇,原來電源零件也會產生這麼多的熱 那水冷電源的散熱效果有比其他的散熱方式更好嗎? 以下技術內容邀請工程師西蒙講解與操作 PHP 3500有四種不同的散熱方式 分別是 緩導、自然風冷、強制風冷與水冷 前三種散熱方式 請參閱UHP的散熱影片 今天的測試 我們將比較強制風冷與水冷的差異 目前畫面所看到的是 PHP 3500透過兩顆128 CFM的風扇進行散熱 在燒機制紋態後可看出 在強制風冷條件下 MOS溫度為66度 電容溫度為41度 接著我們關閉風扇 開啟水冷機 經過20分鐘後 透過水冷 MOS與電容溫度降至48度與35度 那這個產品可以應用在什麼場合呢 是的 PHP 3500系列可以應用的產業範圍非常廣泛 剛剛提到的雷射製程設備 可以切割或雕刻金屬 UV固化設備 廣泛使用於大面積或是特殊材料的工業印刷 還有飲品的高溫殺菌設備 高階的微波通信設備 大型冷凍生鮮食材的微波解凍設備 哇 原來用在這麼多的場合 相信PHP 3500 水冷散熱電源 一定可以在高功率運用市場得到亮眼的成績 我們謝謝Paul的分享 要有任何關於電源的問題 或是想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iVinwell的電源教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你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喔